B型肝炎的戴菌者在华人社区中比较多见 而戴菌者又怎样可以判断自己是否患病呢 今日的医生与你环节就和大家讲讲这个话题 请问一下B型肝炎的位置有什么特征呢 一般B型肝炎戴菌者他们自己本身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感染可以潜伏期几个星期六个月甚至是二十年都不知道 而他们的症状你就要留意一下 症状可以包括我们自己的眼光就会发黄 我们叫黄胆或者我们安療的时候色素会很深些 又会觉得有时我们很疲倦 无端端累不清楚为什么 或者有时就觉得好像很想吐 我们的肚痛就是解释不了为什么痛的 又或者很多时候肝炎就是我们有急性肝炎的时候 我们的肝功能退化甚至会死亡的 那一般潜伏者就是这个B型肝炎 那潜伏者他们自己本身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 那就是这个B型肝炎的肝炎 那是因为肝炎的肝炎 那是因为肝炎的肝炎